第九个问题 老法师说过《私生事业》 李蒋习章当中提到希望教导五十名学生沉传圣教 觉得障碍重重 而全球有许多听李老蒋经的学生 也在心中因些期待 自己能成为五十名学生的业员 深信这其中 必定有真正具备善根福德的学子 但应援不足 因为没有机会接近 也深感障碍重重 只能够默契求三宝加持 请教老法师 他底下四个问题 第一个 是否仅有你点选的五十名学生 才算是你的私辰真正的学生 这一点呢 如果真的有五十名学生来沉传了 那我就很了不起了 诸位也晓得 在中国历史上 这个传承人数最多的六族惠能大使 他一生当中 他一生当中在他会下真正开悟的四十三个人 惠能大使 惠能大使以前没有 惠能大使以后也没有 有多少真正自己有成就 一生当中一个学生都学不到 一生当中一个学生都学不到 你就晓得多难 那有学生沉传 怎么办呢 写书 诸书 历说 他的书可以传给后世 后世的人 有时候得到这个书 真正一教奉献 也有能成就 你比如孔子 孟子沉传孔子 可以说孔子学生的第一个人 但是 孟子生的时候 孔子不在了 那他怎么学的呢 孔子的著作在 依照孔子的著作学孔子 他学的最像 你看在中国历史上 孔子是智慎 孔子是亚慎 超过孔子当时的 这个在身边的学生 超过了 所以能不能成就啊 不在乎 能不能接触到老师 是你肯不肯学 只要真肯学呢 哪个人不能成就呢 为什么能成就呢 佛说得很好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得下 你看那个总纲林 讲得多清楚 放下执着 你说阿罗汉 放下分别 你就是菩萨 放下妄想 你就成佛了 只要你肯放下了 这个在我身边 不在身边呢 没有用处 在我身边放不下 也没有用处 不在我身边放下 他真成佛了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你看欧耶大使 这是我们尽宗 是了不起的一个人 他学廉耻 那时候廉耻已经往生了 廉耻大使的书在 助作在 一交而奉行 那么他也成为一代祖司 廉耻大使 真正的传人 自己没见到 真的传人 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五十名学生 是个理想 到哪里去找我 真的很希望 能找得到 就怕是找不到 我这一生 你看学佛 五十五年 讲经教学 四十八年 到现在才真正 能有一点体会的 有一点欺辱的 这四个人 真难 头一个条件是 决定没有自私自己 决定没有明文力 我常常讲的 十六个字 没有贪图五于六成 没有贪成迟慢 这十六个字 能够做到的时候 四个人 不容易 这十六个字 就是障碍 你有 你就有业障 佛来教你 多谢 如果这四个 没有的时候 你业障没有了 你每天在电视机学 你能成功 你听光点学 也能成功 不是不要 你天天依照经典学 都能成就 没有不成就 所以首先要把自己的业障 掺除 掺除业障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孝勤 这本 孝勤什么 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时候 都是我的父母 你只晓得孝勤你父母 不知道孝勤老人的时候 假的 不是真的 我尊敬我的老师 凡是在学校教学的这些老师的时候 没有一个我尊敬 你才能如法了 我常常说了 这个在在国际上劝这些从事于和平工作的人 和平工作难做 写生的内心 我们内心一定要放弃 要放下 对一些人的对立 对一些事的对立 对一些万物的对立 有这个念头 你就没办法做和平工作 那么换一下 你有这个念头 你就不能欺负佛法 我说你还有对立的念头 对立在佛法里面叫边界 然后建货里头的边界 你有身界有边界 换一句话说 华阴间讲 粗度菩萨你没份 小城里头虚托华你没份 这个讲究一年级 你怎么学 你都在门外 你入不了门了 不是佛不慈悲也 没有办法 这段事情老师帮不上忙 老师要能帮上忙的话 老师慈悲也 早就帮我们忙了 佛也帮我们忙 没有法子 自己的业障 要自己消耗 要知道任何人不能代替 佛经上讲 父子上山 孤子努力 父子都不能代替 没有人能代替 一定要懂得自己 小业章 小业章说 我们平常讲四个词 沉静清活 真诚 清静 清虚 活目 对待任何人 一直抱着这个态度 真诚 绝对没有虚妄 你还用虚无疑的心 对待人 欺骗人 说错了 你怎么能够欺骗你的自信 这个要知道 华言好 华言把整个宇宙 方方面面统统都讲到 那么这次像这种讲法是很难得的 不容易 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任何人 无论在哪 在哪个地方 在哪 哪个处所 我们现在是用的网络 用的卫星 你在电视机前面 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网绩网络前面学习 会用功的人 没有一个不成就 我有一些鬼神告诉我 我常常跟鬼神起诉 鬼神告诉我 他进攻法子 你身边一个学生都没有 你有学生 在电视机前面 你还没见过 我相信 我非常相信 可能不止五十个人 但是姓神明谁都不知道 肯定有